6月26日,在黑龙江北方森林动物园,刚刚满月的小河马在妈妈的陪伴下与游客见面了。 这是河马在中国高纬都地区首次繁殖成功,也是该园自1954年建园66年以来首次成功繁殖河马。 记者在河马馆看到,小河马喜欢黏着妈妈,连吃母乳也是在水中进行的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该园从成都引进雌性河马嘟嘟,从广州引进雄性河马青仔。 两只河马今年都只有6岁,今天满月的小河马是他们的第一台宝宝。 河马出生之后,河马妈妈和小河马单独在一起,把她和爸爸分开两个地方。 其实他们可以互相看到,但是不要在一起,因为河马妈妈非常互宰子,非常照顾小河马。 河马爸爸要看了,她就冲着自养,也怕那河马爸爸惊扰小河马。 其实河马脾气非常暴躁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在高寒高尾地区,成功饲养河马都需要破解许多技术难题,更不要说成功繁殖了。 因为哈尔滨冬季寒冷,河马要在室内管设中过冬,那就需要保持水池清洁,水温适宜。 咱们的河马必须有水温有一定的温度,太凉了,那个大河马,比如说大河马,小河马也说不要。 冬天的时候呢,我们就利用这个加热,能让它的水温保持在14到15度左右。 这块呢,是过滤,这水通过它过滤呢,到那个加热器,加热以后,整个那个水池就形成一个循环, 来把那个水池的水变成那个就是咱们想要的温度。 据了解,河马妈妈嘟嘟于5月23日在水中顺利生下这只健康的小宝宝。 这只小河马出生时,身高28厘米,体长63厘米,吃母乳在水中进行,并逐渐开始学习在陆地上行走。 在此期间,饲养员一直关注小河马的身体状况,保障饮食营养,环境优良。 自从发现这个河马妈妈怀孕之后呢,而且是冬季,我们每天的就是动物医院的兽医还有技术员, 饲养员每天都就是及时的就看他,就是看这个河马,比如说他吃多少东西啊, 吃的多不多,然后看他的分别好不好,体型过于肥胖了,对他的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 所以我们要控制这个河马妈妈,营养要足够,足够就是孕育他的宝宝,而且不能让他太胖了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在河马妈妈的细心呵护和耐心教育下, 小河马身高已经达到44厘米,体长达到83厘米,成为一只聪明健康活泼可爱的小河马。